我们来介绍核冷发电 首先先来定义什么叫核冷 核冷是指经由核分裂或者核融合产生的能量 就叫做核冷 因为我们写一下 好这是核冷 然后核分裂这样写 核融合 我们来看下面的图例 这个图是核分裂 这个是中指 中指去撞击右235 右235是一个综合 使它分裂成两个比较轻的核 比如说分裂成蓝 还有锈 然后产生了三个中指 然后这个中指再回去撞其他的右原子核 如此我们就叫做连锁反应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边我们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核能源发电的时候 是用中指去撞击右235 而不是238 写一下 右238 比右235还要稳定 稳定代表了我们需要用更高能量的中指 才可以引起右238产生核分裂 所以我们使用核分裂的原料 所以我们使用核分裂的原料 我们都是用235 不会用238 当然这边有刻外补充 其实这个238它也会吸收某些比较低能量的中指 而变成不元素 而这个不元素 就可以跟中指引起核分裂反应 所以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下 核分裂主要就是综合 分裂成数个比较小的氢核 而核分裂成一个比较小的氢核 而核融核是由比较小的氢核 融合成一个比较大的综合 右边这个图我们来介绍核融核 我们现在讲一下氢的同位素 H,D,T, 复习效 PA, 刀, 穿, 11, 12, 13 直指数 中指数 电子数 直指都是1 原子序一样 质量数不一样 就中指数不一样 叫同位数 中指1-10 这里2-11 3-22 电子 电中心的时候 电子数等于原子序 最不一样是中指数 好看这里 这里有个氢核 11